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地主 今次這條影片想拍什麼 話說我最近喜歡看一個Youtuber 叫做小麻 Malo Jam 前幾天他和他弟弟拍了一條Flog 其中一部分就是講他們兩個在吃日式愁起宵 看到我也很想吃 如果大家想看這條影片 也可以去小麻的YouTube頻道看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搞到我流口水 甚至今天放假 就去了一田 買了一些豚肉和牛肉回來 不是像他們那樣做這個愁起燒 我就用鐵板燒的方式 用燒烤爐 去做日式燒烤來吃 最後我就買了這款 來自日本的牛肉 50幾塊的肉塊 還有這款也是來自 同一隻牌子的豚肉 最重要 吃燒烤 一定要有這隻燒烤的汁 就買了牛角這隻牌子 吃這個日式燒烤的靈魂 就是這隻雞蛋 我們就會生雞蛋這樣打到個碗裡 發了它之後 就備用 等一下用來點來吃 剛才我們就預熱了那個爐 就加了點油 然後就可以拿點肉去燒 我們燒一燒它 微微的燒一燒兩邊 燒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放一放 剛才買回來的牛角的燒肉汁 我們稍稍把醬汁 就搓成化肉 之後就把化肉反轉 我們繼續燒多一會 反轉這個步驟幾次 化肉好像可以了 好啊 首先我們夾起化肉 就蘸一蘸蛋漿 把化肉塗滿蛋漿之後 就可以吃了 聞起來真的好香 吃下去的時候 都不會很韌 雖然不像和喉一樣入口即溶 但是對我來說 都很滿足的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這一類型的影片 還有試吃不同的東西 就記得Like我這條影片 Share這條影片給身邊的朋友看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按旁邊的鈴鐺 因為有新影片大家就會知道的了 我們下條影片回來再見 拜拜